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设计 民众看法却一面倒 看起来有点蛮奇怪的 原本的就还蛮不错看的啊 之前的好 之前比较可爱 设计稿被提前流出 北市府官传局赶紧跳出来 澄清自己也是受害者 官传局这边要在这里严正否认 因为它并不是最后定案的版本 它只是过程中的稿件 其实我们也莫名的很奇妙 怎么会在网路上看到 这个其中的稿件 雄赞在世大云爆红周边商品卖翻 向注册商标让路走得更远 却缺乏特色得微整形 却爆出价格得花一百多万 还有相关的发表会 以及纪念品的贩售 还有所有的整套 包含后续到市府的续展 其实都含在这些金额里面 并非媒体上面所讲的一百一十五万 全部都用在微整形上面 尽管澄清流出稿件不是最终版本 外界质疑稿件莫名流出 是北市府想试水温 却被烫到流出版本 负评不少 三许李正道 夏孟哲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